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欢迎收看本期的《波罗里松生活》 市卫生组织公布了一则信息显示 印度的糖尿病患者人数有8000万之多 是当今患糖尿病人数最多的国家 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 印度人多吃硕食,几乎很少吃肉 加上印度贫穷的家庭比较多 能经常吃肉的家庭其实是比较少的 而糖尿病又称为富贵病 一般都是饮食营养过剩所导致的 为什么印度的糖尿病患者会有这么多呢 其实这跟他们的饮食习惯有关系的 他们特别喜欢吃碳水化合物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日三餐都吃些什么吧 第一个就是早餐 印度人的早餐大多是米饭和各式各量的饼 而且喜欢吃辛辣的食物,偏重口味 特别喜欢吃咖喱 会将咖喱和米饭拌在一起吃 或者将烤好的饼沾着咖喱一起吃 一些印度人一大早还喜欢吃草米 将大米和蔬菜和辣椒一起炒 撒上各种调料 然后就直接用手抓起来吃 条件好一些的家庭就会用一些饮品 就比如红茶或者牛奶 印度人的早餐种类不会太多 吃一两样 然后喜欢吃粘稠的汤汁 混合各种调味料 第二就是午餐 印度人的午餐还多于是咖喱饭和烤饼为主 他们不喜欢吃炒菜,喜欢将食物放在一起炖煮 比如将番茄,洋葱,土豆,青豆加上咖喱酱 或者辣椒酱一起炖 再撒上辣椒粉和咖喱粉 拌壶之后沾烤饼吃 条件好一天的家庭就会去餐厅吃 不过也多是米饭烤饼为主 有名的塔里餐 主食也是米饭 面饼搭配各种蔬菜 辣椒酱,泡菜,咖喱扁豆 以及搭配印度酸奶等甜食 第三就是晚餐 印度人的晚餐主食依旧是咖喱饭和烤饼 搭配一些蔬菜 不过晚上喜欢喝汤 用各种豆子加上香料和盐熬成的汤 而且印度人特别喜欢吃甜食 每种甜食都会做的特别的甜 所以印度人到了中年都会特别的胖 总是因为吃过度的甜食有关系 而且印度人的晚餐也是真的晚 一般都是8点到10点才吃 然后吃饱差不多就要去睡觉了 这样就容易导致脂肪的堆积 这些饮食习惯 你们就知道印度人不怎么吃肉 糖尿病的人却如此众多 就是因为他们摄入了过多的糖分 或者碳酸化合物 这些都是导致体内血糖升高的原因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有什么健康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我会给大家及时回答 欢迎早发收藏备用 欢迎中国旅说生活 欢迎来养生知识学起来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好看 好看